听众朋友好,我是小枫,欢迎来到地方创生实验室,今天的创生Action行动分享呢,是由台湾光华杂志曾兰署主编来到节目,跟朋友们分享创生前线,宜兰班与大山北越两个故事哦,先欢迎主编 小枫您好,我是光华杂志主编曾兰署 主编好 您好 主编,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第四周跟台湾光华杂志合作 主编今天带来这个故事一定是具有它的代表性,才能足以代表我们台湾嘛,对不对 那您今天带来的故事呢,一个在宜兰,一个在新竹 那我想先请主编分享,为什么会选择宜兰班还有大山北越来作为专题报道的对象呢 好,我今天想要来谈宜兰班跟大山北越 其实这样的一个创生的案例,其实不是很多媒体报道 那当然,宜兰班有它创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台湾其实很适合漫游 那他们就是一个很适合小镇漫游 而且呢,他们过去都曾经经历废弃老化 就是创生前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然后他透过就是主事者在当中做的事情 然后他们现在其实变得很值得探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特别介绍这两个案例 那大山北越呢,也是 也是这样子 哦,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从比较 废弃的渔温 废弃的学校 十几年 然后政府也有益住资源 然后没有做起来 可是现在做起来了 为什么 所以是两个起死回生的故事 是 好,我想先请主编来分享 我们从宜兰班开始好了 那宜兰县的渔温面积我查了一下 有742.87公顷 然后大概是在五节乡啊 郊西啊 壮围这些地方 那其实渔温遇到病菌的时候 那个他们养殖的九孔 还有班杰虾 还有草虾这一些养殖鱼类 还有这个鱼产 就会大量的死亡 所以造成现在很多渔民都弃养 然后也就是您刚提到的那个状况 好多渔温都废弃了 是 比比皆是 那宜兰班就好像是为了改善这个情况 所以提出的一个地方创生的示范计划 对不对 是 那这个计划里头 我感觉到有点大 它包含辅导废弃的渔温转型 然后还要投入养殖的人力 还要建立品牌 确立经营模式等等 这个工程是很浩大的 那主编在采访的时候 想必花很多时间去爬梳吧 是 所以我就想请主编来分享哦 这个示范计划里面 它是怎么整合的 我们从人 还有它导入的产销设计运作 我们来看看分享您的观察 好不好 小峰主持人非常用功 就是有先做功课 谢谢 那事实上 刚才小峰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语文 它就是其实还是目前的大部分的现况 对 就是在宜兰班进驻之前 就是宜兰班这样的一个品牌呢 当时候发想的计划的主持人 何利德何老师 他其实是一个社区大学的老师 是 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活化地方产业的模式 那我们其实光华杂志也不怕掉书袋 其实我们有介绍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 其实它是许多小农 或者是说现在乡镇 他们在推在地旅行 其实是非常希望做到的 譬如说像什么 像故事馆 直售所 什么是直售所 就是我卖的农产品 我不希望经过经销商 我希望能够直接就有人来跟我买 他不用被剥削 对不对 那消费者他也可以透过认识农民 认识产地 他又可以买到很好 又很有质量的东西 那譬如说他们想要提供的是体验场域 想要提供生态聚落 就是深度的旅行 深度的认识这个小镇的特产 是是 那像这样子 其实对小农来讲会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小农不懂行销 然后小农他只知道种 他只知道怎么养 怎么种 对不对 他不知道怎么卖 对 那一栏班那个时候切入 他就是希望能够整合 这些行销的资源 然后呢 来帮他们建立一套模式 透过故事馆 透过解说馆 然后透过行动厨房 就在地厨房 带人进去 体验了以后 然后让小农可以复制 可以介绍 可以做起执寿 这样的生意 所以这一套的 算是一个商业模式吗 就这样子 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了 那这里头在运作的时候 有那么顺利吗 我最喜欢问我的来宾这句话 因为其实要改造一个地方 这真的就是一个大改造 要改造一个地方 那个人啊 是很重要的 像这么大的一个计划 他要去整合这么多余温的主人好了 对不对 你还要把他们抠回来 重新养殖吗 还是说这个余温要转型 这些人愿意吗 对 您在这里头 小峰主持人您真的非常内行 你观察到的状况 就是说要有人对不对 对啊 没有人的话 其实原来的情况依旧 其实他们那时候 有抠一些养尸般的业者 就在当地县地养殖的 有把他们整合起来 然后当然也是教他们怎么行销 然后也带游客进去 譬如说像那时候 他们就把社区大学上课的游客 就直接带进去 那当地的渔民 他们也去上课 然后也学习 怎么样 从我们讲所谓的六级产业 从一级二级到第三级 就是成为服务业 我怎么销售 然后我怎么样 就是转型 所以渔民都要学习起来 对不对 那这当中当然 其实里面我们在光华杂志里面 我们有介绍成功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谢震佐这样的一个渔民 那他其实就是第二代 那就是他 他的他家的情况 就跟小峰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一模一样 他们曾经经历一个大的病菌 连他爸爸是养殖专家 都没有办法 然后就整个死光光 九孔死光光 后来就像骨牌效应一样 整个渔温全部都收起来 那像这样的谢震佐这样的一个第二代 他念鱼科所 他甚至还参加外交部的园外的计划 到帛琉去教人家养鱼 那他那时候领的是美金 那这样的人 他愿意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然后重新开始 把他们家那个已经废弃了 他们家自己都说 那个鬼都不想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空房子 然后把他就是重新改造起来 然后接待客人 然后他重新跟着他的爸爸 一起养鱼养九孔 其实他们是养九孔 培育九孔苗 然后他养白虾 这样子开始 您刚才有提到很困难 确实 怎么卖 当然一开始也是卖给大盘 也要给大盘赚 对 那他们赚的钱有限 那像伊兰曼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自己做故事馆 他就有导览 那有很多的厨师 然后那个鱼科系 养殖系的学生 就去参观 认识台湾的九孔 跟大陆九孔都不一样 那我们都会觉得 台湾九孔非常好 因为他不会下很多的药啊 这些 然后慢慢的 愿意吸引消费者来买 其实他们的游客到了当地 然后听了他解说 那个台湾跟大陆九孔的不同 然后看到他这个余温里面 他们真的实际上养殖 就是真的是用很干净的 这样的一个养殖的方法 就是我看到 我都会非常想买回去 就大买特买 他真的想好好买回去 健康都在这里的概念 那谢震主的案例 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他就开始建立自己 直受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这样的一个客人 那客人吃到他的白虾 他养白虾呢 一般的白虾 是三到四个月采收 但是他放六到九个月采收 所以那个虾特别甜 那他的价钱呢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产地价 可是后来消费者吃到以后就发现 哇这么便宜 然后又好吃 所以他就直接跟他买 所以我那时候采访他 2019年采访他的时候 他有三分之一自己卖 三分之二交大盘 可是他从去年到今年开始 他百分之百直售 因为他养的量 已经不够卖给他自己的消费者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就是宜兰班一直所强调的 就是希望能够直售 自产自销 减少中间商的剥削 是是 这个好像跟他们当时导入 这个叫渔民收银机 对不对 对 七个提款机之一 对对对 我直接面对我的顾客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省去中间的剥削 是 哇塞 那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在这个地方 在宜兰状围 每一位渔民都有这么成功吗 应该没有 他们慢慢的就是复苏 然后现在谢震如 他自己有一个计划 他想要跟当地废弃 他不只把他们家空的渔温 就是整个就是扩展 对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从一甲地 然后两甲地 现在呢三甲地 就是他们家本来都空着嘛 那些养九孔的 可是他们就慢慢复苏 他还告诉我 他今年要跟他附近 全部废弃的渔温合作 使用所谓鱼电共生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然后来付出他们当地的养殖业 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变成说 从个人出发 整合在地的废弃渔温的那些前辈们 大家一起来做鱼电共生 可能还能够创造另一番的荣景出来 哇 真了不起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很了不起 所以他去年就得到圣农奖 第三十二届的圣农奖 让小英总统颁奖 哇大有可为哦 那在这个宜兰班品牌的这个案例里头 除了这一位谢先生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物 在这个计划里头 扮演着比较核心的角色吗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他 他是那个林书贞老师 林书贞老师就是 他其实就是船长娘 就是船长的太太 那他先生过去 一直就是会带大家出游 然后赏金 然后他们也捕鱼 也有家里面自己的鱼船 可是因为成本越来越高 鱼儿有费 那他们就会发现说 当然他们之间 也是透过经销商卖 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他就自己想说 有没有可能 他可以建立 他自己就是销售的管道 那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 你要让一个船长的太太 就是直接去卖 然后上网卖 这个对他们讲 真的是非常困难 而且经济效益 是有待商榷的 所以他就开始就是自己学习 然后也加入宜兰版这样的一个品牌 然后他就自己做所谓的在地厨房 在地厨房 然后让旅客去玩 把最新鲜的鱼货来 然后他教大家怎么煮鱼 然后大家吃一顿 然后好吃 那么新鲜 这么便宜 好 那我就买回去 然后他就这样子来建立他的销售的管道 我看到您的报道里头写了 有游客说 这个鱼一点都不新 我想请问主编 您当天有没有品尝那个鱼呢 其实没有 但是他们在地的这个鱼港 其实是那个布拉蜜 因为刚好不是产季 但是他们是那个布拉蜜 最主要的一个鱼港 所以其实消费者去 他实际上到产地去 他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样买回去的鱼会有感情 对了不同的季节 他们有不同的那个食材的体验 是 所以这个在这里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 宜兰班 它是当时国发会的一个 就是在宜兰县活化废弃渔温地方经济创生计划里面 把人地产整合起来的一个计划 那它是为了要提升这个当地的产业 就像刚刚主编所说的 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曾经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渔民就是这样子 很辛苦 当他面临到病虫害或者是病毒 或者是那种天灾的时候 这些成本的亏损都要自行吸收 那这样子下来 我们的渔民真的血本无归 所以他把渔温废弃也很理所当然 但是在刚才主编分享的一个例子里头 谢正佐对不对 对 谢先生他自己本身是学养殖的 是 然后又还 学有所用 他到外 帛琉 帛琉 自己是在地人 在地的孩子 然后又学有所用 回到家乡来从事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复苏的一个介入 那当这样子的年轻人回去的时候 就有机会 就有希望 所以刚才听到主编又分享到说 他又要召集其他的废弃渔温的渔民 一起来做渔电共生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地方 宜兰班不会只有闪耀两年 因为这个计划现在是第二年 对不对 是 接下来一定会继续闪耀下去 是的 那在这个宜兰班里头呢 好 他除了当时有导入一个渔民收银机 让渔民可以 就是生产者面对消费者 中间就是省去那些剥削了 好 那再来呢 还有体验 还有生态聚落 这个生态聚落的部分 就是您刚提到的小旅行吗 对 小旅行的部分就是 他们可以 民众可以报名 然后去 藉由他们规划出来的路线 去认识在地的养殖业 以及当地的环境 生态等等 是 这一些 还有行动厨房 嗯 然后食材餐厅 这个厨房跟餐厅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 然后也在这个餐厅里面 去解说 有关宜兰班 然后认识不同 种鱼的种类 是 什么烹调 然后实际上吃到最新鲜的鱼 对 食材到餐桌都在这里完成 对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馆 这个厉害了 讲着在地职人的故事 把这全部都整合起来的 这个地方创生计划 到目前为止 它是一个示范点 对不对 是 好 谢谢主编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哦 那我们上一段节目呢 就先进行到这里 请主编为我们推荐一首歌曲 好 其实我刚才提到谢震祖这样的一个案例 其实你知道他最高兴的是谁 爸爸吗 对 是他的爸爸 哦 他可以回来继承一波对不对 对 爸爸是九孔的养殖达人 可是经历过产业的整个衰退 是 结果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回来 然后复苏产业 然后还得到神龙奖 谢震祖说他爸爸屁股都翘起来 老是纵横 对 就非常骄傲 所以我就想到那个 Steven Cat 他有一首歌叫 Father and the Son 父亲跟儿子 是是 我想他这首歌就非常的适合 来看他们这样的一个 出去很久的青年 然后返向 然后结成一波 那种父亲的高兴 好 欣赏这首 Father and the Son 休息一下 公益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主题 欢迎回来地方创生实验室 我是小枫 今天的来宾是 台湾光话杂志的 曾兰署主编 再次欢迎主编 小枫好 嗨 主编您好 今天主编为我们带来两则 在地产业创新的案例 一个是宜兰班 一个是位于新竹的大山北岳 那上段节目呢 我们已经谈了 宜兰班 宜兰班 它是一个品牌 是宜兰地方创生的示范案例 那接下来呢 主编要分享的是大山北岳 主编 我想先跟您透露一下 我看到大山北岳的时候 其实我想半天完全猜不到 它是什么 可是从大山这两个字 我隐约感受到 它应该跟山有关系 是 不知道是不是跟山有关 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才知道 这个大山北岳 还真的在深山里 好 那我就想要请问主编 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故事 那为什么会在浪漫台三线旁边的大山北岳 会需要做地方创生呢 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特别 我想我们很多人大概都没有去过大山北 我们真的是开车采访 我们就真的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小路 然后才到那个地方 您刚刚讲到大山北 对不对 对 它的大山北岳其实就是从大山北 在转移过来的 是是 对 那大山北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去爬山的地方 因为它那边有个九条步道 而且就像您可以想象的它蛮深山的 所以其实非常舒服 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值得介绍的登山步道 好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需要做地方创生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废弃小学 因为人口就是减少 枣子化 然后再加上深山 那我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 它就是一个废弃小学 十多年的废弃小学 然后因为一个年轻人 他做他研究所的作业 然后他接触到这个地方 那他也不是就是新竹恒山的人 结果他就留下来 然后开了一家就是大家可能以为的咖啡店 那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的梦想对不对 以前我们写过很多的故事 就是譬如是在银行 在在哪里上班 然后放下一切 就开民宿 开咖啡店 但是大善被写成是一个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好我们先从一个年轻人 是去做报告的 然后做了报告之后 他留了下来 那留下来之后开始经营一个 很像咖啡店 但是却不是咖啡店的地方 然后这个所在地 是在一个废弃的小学里 这个故事梗概是这样子 是是没有错 好那他为什么要做创生呢 因为刚才主编讲到在这个深山里面 我们开始想象在深山里面 应该都是在产业的结构上 是不是都是以务农居多呢 对务农 然后其实没有游客对不对 因为登山客嘛 然后如果说我只是一个理想 想说去那边开咖啡店 其实没有游客 对啊 你没有内容的话 你怎么吸引人去 那所以会讲到说 为什么是创生 是 这件事情 对 这所废弃学校有什么样 特别的故事吗 为什么会 会让这个年轻人愿意留下来 然后要在这个地方生根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 这个废弃的小学叫做 丰香国小 他会废弃的原因就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村落 人人口都外移 然后少子化 就没有学生 那连分校都开不成 所以呢 就学校就干脆就关闭 那关闭了以后 其实这个 这所学校是一个名漫画家 刘新青 他读的小学 他后来当然这个小学就废弃了嘛 可是因为这附近风景很好 所以当地的乡公所呢 就曾经就是希望出资 把这个小学就是他开发 美化啦 美化 对 所以他们就曾经整修 而且花了上千万元 就是把它整修成大山被客家人文生态馆 所以他曾经是一个生态馆 对 他想要把就是把一个废弃的小学活化 可是因为经营不得法 所以又变成文字馆 是 然后又荒废下来 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一个 清华大学 他念那个清华大学 庄凯勇先生 对 他念那个服务科学研究所 这个研究生 他那时候就是去做 因为他们的研究所念的就是 企业转型 服务创新 创业创新 这样的一个题目嘛 所以他就去做研究 做报告 然后后来就发现 他想学以致用 所以他就留下来 然后 而且他老师都借他钱 等于是去BOT 把这个客家服务馆 把它包下来 营运 一开始是这样子 对 哇天哪 他好大胆 好勇敢 是 因为做一个报告 然后他就愿意 砸钱在这个地方 借钱 借钱 对 我说的砸钱在先 可是这个钱还不是他的 是 老师支持他的理想 对 就让他在这个地方 算是创业吗 就是 就是开咖啡店 然后想说 把他 把他所学的 就是 就是企业经营 然后文青化 就是有内容 这些把他做出来 所以就是实践 他的想法的一个过程 对 那现在这一个地方 就叫大山北越 这个店名 就叫大山北越 对他后来把它改成 然后因为他 其实后来经营的很成功 是 所以他也就是 透过管道 就把它撑住下来 然后把它转型 然后做成像 现在大山北越的情况 那我想要先讲的就是说 其实 我刚才讲到开咖啡店 其实是很多人的理想 而且很一般 对 而且为什么会跟创生有关 对 那我想 这个负责人 专凯勇 他很特别 他其实是一个侏儒 他从小 他说他都被人家嘲笑关了 他觉得其实他的生活里面 他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 他其实也接受过 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他来开这个咖啡店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为什么开咖啡店 跟创生有关 是他不只是开咖啡店 他见到这个地方来 他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在反问他的时候呢 他真的就是像背书一样 把这五个问题 就这样给背了出来 倒背如流 对对对 我都做笔记都还来不及写 到底是哪些问题呢 你看我也需要看笔记 然后他遇到了这些问题 然后他把这些问题 透过他自己的专业知识 技术 然后想办法来解决它 我在您的报道中看到 就是这个村落是衰退了 然后这个学校呢 成为吸毒贩 还有一些赌客聚集的治安死角 是吗 有这么严重 空间闲置久没有人用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文字馆的下场 几乎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又在那么深山 对 这个是文字馆 那他看到了大山被这个区的问题是什么 更多了 更多 空间闲置 步道脏乱 农产失衡 然后还有偏向教育 这些问题 所以呢 他他经营这个咖啡馆 他就不只是开咖啡馆 他想到的是说 我要怎么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 可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都很大 很大 这也是台湾很多偏向都存在的问题 对 他一应俱全 全部都有 对 那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咖啡馆 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然后甚至 甚至还让他能够在这个地方 长久的生活下 是是 要先顾到生计 然后又顾到生计 又要解决地方的那么多问题 怎么办 对 所以他就提到了一个理念 叫做利他 利他 他觉得他过去一直接受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他也想要协助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很不一样 对 那这也是地方创生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动机 就是希望不只他好 也希望别人都好 是 好 那他这个利他是怎么呈现呢 透过什么方式去呈现呢 其实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创意在 譬如说他像偏向教育好了 他就带带小朋友画画 那小朋友的话 其实小学生的话可能看是谁看 但是呢 他就把小朋友的话举办的比赛 把它做成T恤 然后来卖 那小朋友是不是就觉得 哇 哇 好被重视哦 是 然后他也带进这个资源 然后他也带领当地的农民 就是去清洁步道 那你步道不乱了 嗯 是不是有更多登山客来登山 是 好 那最特别的是他开始办起当地的市集 一开始的时候四滩 嗯 好 就是他把民众 就是那些登山客 可能一开始没有这个这个地方 嗯 然后慢慢的登山客 只要有这个市集 然后我可以买到当地的农产 嗯 嗯 那带来更多的游客 嗯 农民也有机会来贩售他们的农产 是 好 另外一点呢 就是大山北越他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 他是一个咖啡店 对 中海用他不止就是里面卖咖啡 嗯 他也开发了很多 他跟他的女朋友 嗯 开发了很多农民 就是卖不出去的农产品 哦 这个有意思哦 是 嗯 举个例子来讲 譬如说当地其实是橘子的产地 嗯 橘子如果长得好 当然就卖得好 嗯 那这些卖相不好的橘子怎么办 嗯 过往应该都是丢弃了 是 那他就他就一样花钱收购这些橘子 嗯 然后把这些橘子呢 就做成果干 果干啊 果酱 手工灶 嗯 橘子大福 嗯 水果茶 啤酒 好 然后呢 在他们这个店里面贩售 然后也协助农民来贩售这些 就是本来卖相不好的 嗯 的农产品 嗯 那举个例子 譬如说他有讲到说 他们现在在做的那个橘子果干 他其实是一种 就是火烧干 他说就是 那个不好吃 对 而且长得很臭 嗯 可是呢 他把他这些都是有机的 为什么会长得臭 就是因为没有放农药 对 越丑越健康 对 他把这个桶干 就把它做成果干 嗯 而且他们也有很好的包装 然后给他故事 嗯 然后他们每一年就是在产季的时候 会推十分吉利这样的一个礼盒 嗯 然后也经过 呃精美的包装 嗯 然后让他的客人 可以买来去送人 嗯 然后也顺便代销 农民的农产品 是 那他又做到了 就是推广 嗯 当地农产 嗯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嗯 我想问一下 这位庄凯勇先生在做这些 所谓利他的事情 他把别人的成本转嫁到自己身上的这件事情 他有 有领取政府的补助款吗 其实应该是没有 然后所以一开始撑得很辛苦 哦 我的天啊 而且呢 他们开发这些农产品 嗯 其实都 其实他们一开始也都不会 嗯 像庄凯勇自己有说 他说他其实刚来的时候 他要整地 嗯 那 他是一个读书人 你知道 嗯 他是一个 就是以前就是念书 是 很会念书的人 你看他念 他念清华大学 就算是好学生 嗯 可是他去开咖啡店 他要去整地 又要去除草 嗯 这些体力活动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非常吃力 对 然后他慢慢克服 然后他的女朋友呢 就是他们为了要代销 农民的苦瓜 嗯 所以呢 他们就想要熬那个苦瓜糖 因为这个就是 加工化 嗯 就可以大量的去销售 嗯 农民的农产品 是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女朋友 虽然已经很会直蓝芯 嗯 很会做 可是一样试的非常多变 然后倒掉非常多的 嗯 这样的一个材料 最后才慢慢成功 嗯 然后把它能够商品化 这个过程真的都是我们 没有办法想象的 哦 把农民卖不出去的 这些水果 他全部收购 是 然后变成自己的成本 加工品 然后变成我来加工 然后想办法 透过你说展售展销 对不对 在这一店里头 或者是办市集 是 哦 各种管道去帮忙农民来 Promo 是 这个都是他学习 也是学以致用的一个实践的方法 还有一个手法 对 所以在天的农民 看他这样一个外人进来 所以就信任他了吧 对 慢慢的 真的就能够跟他们一起合作 嗯 那这个市集呢 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市集 就在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嗯 早上九点开始 嗯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 农民就异性蓝山参加 可是后来就发现 就透过专开勇 他也在他的FB 嗯 然后活动 然后他们也结合很多的营队 然后学校的活动来 然后越来越多人知道 嗯 然后甚至有外地的客人 专门为了这个市集 而来 而来 哦 就农民再一趟不够 还要回去再第二趟 嗯 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产生非常好的 两性循环 而且您刚一开始讲到说 那个因为步道很脏乱 然后他会带着农民去清洁 去进山 我相信这也是在产生 足够的信任感之后 农民也才愿意做一些 很回馈地方的事情 对不对 对 绝对不可能是我什么都还没做 我登高一呼 就有一群农民愿意跟着我 去做这个做那个 不可能 一定是他自己身 自己先做榜样 是 做了很多事情 对我们外地游客来讲 我们一日游 不半日游 我们到那个 呃步道 去去走一走 对 然后很清凉的树林竹林 然后呢 再好好的到大山北越 那 专卡永也在大山北越 布置了很多的打卡的元素 嗯 这很适合我们现在人 很喜欢拍照打卡用 是 它有黑板 有黑板的座椅 然后有刘欣欣老师的漫画屋 然后而且有很好吃的一个午餐或晚餐 哦 然后你看甚至还有单楼可以带回家 对 都是当地的 的产品 嗯 然后刚才小枫也有提到 它是台山县 嗯 所以它的产品里面它也融合了很多客家的元素 哦 比如说雷茶 麻糬 是 这些这些 然后大家都很有这种地方在地的感觉 嗯 嗯 其实我看到您的报道之后 我觉得 嗯 对于专卡永先生这个人物哦 我想到的是 透过他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后成为别人的需要 这样子 是 是 他可以多做什么 他都愿意做 而且他还说了 他愿意当策展人 是不是 是 他想要把台山县最美丽的客家元素 好 全部都 这样子 都展现出来 推广出去 对对对 展现出来 要推广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 好 真的没有想到在一个深山里面 这样小小的一个据点 可以散发这么多的能量 好 那最后呢 我想请主编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 就光华来说 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为什么他足以代表台湾 光华观点 来咯 讲讲 我想 我们都讲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嗯 一个小镇 废弃的那么多的余温 嗯 然后一处就是深山里面 废弃的小学 嗯 就可以因为 因为人的投入 然后因为知识 因为技术 因为创新 我想这也是地方创生的精神 然后他可以去活化这个地方 然后甚至让我们外地游客去 我们都会有感动 嗯 我想这就是光华非常希望报道 就是台湾最美的地方 是 谢谢主编带来两则精彩的在地创生故事 那其实地方产业的经济发展 他一定需要跟生态环境 还有社会文化来做一个结合 然后去呈现一个 生态生产跟生活 都跟经济绑在一起 你这样子才能够成功 其实大家有钱赚 然后留得住人才 是 双赢 对 这样就成功 对不对 那共生共行共好 其实也就是地方创生的核心概念 是 非常赞同 谢谢主编 那最后呢 主编再为我们推荐一首歌曲 好 我们讲到地方创生 从一个废弃的余温 废弃的小学 然后能够经过人的改变 然后让他活化 我想就要推荐一首歌 这首歌是Banners 他的一首歌 叫做 Where the shadow ends 他就是告诉我们最后一定可以看到这个黑暗退去 然后重建光明 是是是 非常符合在地创生的一个意涵 好 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咯 狗 一些 肠 乐 难